请看你的B答题 同一个铁球从同一高度降落 请问在哪个星球上下落的速度快 A 火星 B 地球 C 一样快 这根理由 重力加速度 地球上的要比火星上的大 它确实是答对了 就是由于地球的加速度更快一点 因为这个公式还是等于二分之一G体方 这个G它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是在同样的高度下同时放下来 所以它是答对的 欧阳院士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中国的火星探测计划 对 我们中国准备2020年 发现我们中国第一个的火星探测器 我们中国的火星探测器 我们很想形成一个特殊的组合 就是说我们同时 这个探测器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绕着火星飞的轨道器 这个是在空中探测火星 同时有一个着陆器 着陆在火星上 然后从这上面走下一辆火星车来 那么火星车呢 在走到火星表面以后 一面走一面探测 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格局呢 形成上火星的天地联合探测火星 我们既可以大面积的大范围的了解火星 又可以局部的精细的来探测火星 那么这两个上去过去没有这样一个单独 瑞水这样的组合 所以我们叫做绕落寻 绕就是卫星绕着它飞 绕下去 着陆了 着陆 巡视火星车慢慢走 这是一步达到这么三步结合的目的 我们就这样做什么事情呢 当然了你到火星去 首先你得做出一张火星地图来 我们要做一张最好的地图 所以它的地形地貌 另外它有哪些地质构造 另外它火星表面是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的轨道机一直可以闹着火星飞 可以测成分可以拍照 这样它很全面的了解整个的火星 我们将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第一个一百年到来的时候 我们将奉献出我们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的成果 谢谢 谢谢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恭喜深山飞与对 答对 加20分